面對疫情 國航工業錄一定聽到衝擊 不過2020年 萬県十字在台南經濟主業的毫度 已落下到地點轉國第一 突然當時在這幾個工業當時 也持續帶動經濟發展 始終為替日落特別感謝團隊和企業界合作 也強調控制疫情為台南拚經濟掛心 其實這一波的Omicron疫情對於製造業的衝擊有限 所以台灣的出口都很亮麗 但是對於服務業 餐飲業 這些傳統產業 事實上衝擊是比較大的 以這次全遠見雜誌的引調來說 台南市的經濟就業的部分的滿意度有69.2% 這個在全國來講是最高的 但是看來其他的部分 包括安全 治安 衛生我們的滿意度 都70%到80% 這個都是六度第一 這個部分給市府團隊的一個啟示 是我們還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間 其中 政治部表示 台南推動經濟授業 剛才要讓老闆 取得好玩耕 也讓台南的失業率 連三三檔是六度上級 暴擊三點九 勞動參與率暴擊六十二點四 也比全國平均更高 再來新聞 中海拆紅波的 再來新聞 中海拆紅波的